美国对18名在俄罗斯侵犯人权的人采取制裁措施 美国依照的法律是在去年12月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 该法案的目的是对参与酬禁马格尼茨基律师 并且导致他死亡的俄罗斯官员进行情绪 这18人现在将会被禁法签证并且被冻结资产 参与马格尼茨基案的大多数人是俄罗斯官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